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漫威系列电影 银河护卫队2 这部电影跟前作相比更加近舞 笑点也是多了不止一点点 可以说是非常爆笑 很适合在RNG直播16强的日子观看 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 一起看看吧 以星爵、卡摩拉、浣熊等人为首的 银河护卫队成立后 他们成了太空打手 为了丰厚的报酬到处接任务打怪 这次他们需要处理一只皮糙肉厚的 奇奇怪怪的大章鱼 因为表皮太固坚硬 众人都拿它没什么办法 大块头傻呆呆的直接跳进了它的嘴里 想从内部把它给杀死 但是它的内部跟外表一样坚不可摧 幸好星爵发现了它脖子下面有一个缺口 奶尼,这东西有脖子? 你说有就有吧 卡摩拉趁怪物不备 一跃而起用剑捅进了缺口 扒拉开了怪物的身体 大块头还兴奋的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而这一次清理怪物的原因是 它偷了小金人足能量电池 他们得到的报酬 是卡摩拉的妹妹星云 她也因为想偷电池被抓了个正着 一行人带着星云刚走没多久 就遭到了小金人的追杀 原因是幻雄野手剑的偷了他们的电池 对方的剑队过于庞大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过前方的 量子小行星群进行星际跳跃 奇怪的是在他们逃命的时候 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清理了 所有的小金人废船 虽然成功的进行了星际跳跃 不幸的是飞船遭到了巨大的损毁 就在不知所措时 帮助他们清理小金人的飞船 降落在了他们身边 来人自称是星爵的爸爸 当年星爵的母亲死后 他派虐夺者去接星爵 虐夺者却将他留在了身边 没有还给爵爹 自那之后 爵爹四处寻找星爵的下落 当他听说有一个地球人 手握宝石却没有死时 他知道那个人一定是自己的孩子 目标明确了之后 找人就容易多了 现在父子团聚 他想要将星爵带回自己的星球 跟他解释一切的来龙去脉 共享天伦之乐 星爵一开始并不相信 在卡姆拉的劝说下 他愿意去决爹的星球上看看 于是浣熊格鲁特留下修理飞船 并堪管星云 星爵卡姆拉和大块头 则跟随决爹取了他的星球 但是小金人哪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他们雇佣了虐夺者 去杀掉银河护卫队 浣熊双拳难敌四手 星云说服小树苗格鲁特 帮自己解开了手铐 帮助掠夺者把浣熊抓了起来 然后跟他们要了一艘飞船 他要杀掉自己的姐姐卡姆拉 和父亲灭霸 另一边的星爵等人 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星球 这里的一切都是由绝爹亲手创造的 他们这才知道绝爹是个天神 怪不得星爵可以手握宝石而不死 因为他也是半个神 星爵仍然对父亲当年的离开 感到气愤 绝爹请求他给自己一个机会 并且教星爵如何掌控自己的能量 星爵就这样被手买了 但是卡姆拉觉得 他不应该这样轻信绝爹 毕竟他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出 绝爹是不是个好人 星爵已经被掌控能量的快乐 和亲情冲昏了头脑 没有听卡姆拉的劝告 气不过的卡姆拉独自散心 却被追杀他的星云开飞船狙击 两个人一路打到了隐秘的山洞 精逼力尽之时才敞开心扉 星云之所以这么想置卡姆拉于死地 是因为父亲灭霸总让两姐妹对打 卡姆拉每次都是赢的那个 而星云每输一次 就会被灭霸拆掉身上的一个部分 将其换成机械 星云只想要个姐姐 卡姆拉却总想赢 所以星云才会这么恨他们 两姐妹解开心扉之后 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是一个巨大的藏尸点 白骨已经堆积如山了 这些白骨无一例外全是绝爹的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星爵会在年幼时被虐夺者抓走 就是绝爹在背后搞的鬼 他雇用虐夺者去将自己的后代抓来 发现他们没有天生的基因后 就全部杀死 但是虐夺者发现绝爹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后 就把星爵藏了起来 当亲生孩子抚养长大 现在绝爹已经拉拢了星爵 跟自己一起扩张星球 他的计划就快实现了 如果他不说出是他让星爵妈妈 换上脑瘤的那句话 听到这里星爵立马清醒了过来 眼前这个自称是父亲的人 竟然为了撕心害死无辜的生命 父子俩反目成仇 开始干架 可星爵完全不是绝爹的对手 绝爹从他身上获取能量 开始了自己的扩张 宇宙中的各个星球都将被绝爹吞噬 辛老虐夺者和银河护卫队的其他成员都赶到了 他们的计划是拯救全宇宙 而要杀掉绝爹 必须毁掉他生埋在地下的内核 可内核藏得太深 他们庞大的身躯 可钻不进错综复杂的小洞里 安装炸药这个艰巨的任务 只能交给小树苗格鲁特来干 但强大的绝爹怎么会给他们机会 星爵的同伴们缓缓被吞噬 各个星球也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养父虐夺者告诉他 要用心去控制能量 愤怒的星爵开始了他的反击 给格鲁特争取到了安装炸药的时间 五分钟倒计时开启 飞船必须离开了 可星爵和爵堤还在颤抖 养父决定留下和星爵一起 但是幻雄只剩下了一套太空服和飞行器 这意味着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倒计时结束 内核爆炸 整个星球也随之毁灭 养父在最后一刻救出星爵飞向了太空 但是他们只有一套飞行服的保护 星爵活了下来 养父则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牺牲了 事情结束后 星云决定离开银河护卫队 独自去杀掉灭霸复仇 星爵和虐夺者等人 给养父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他死的伟大光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爵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